哈囉大家好,我是迪花 今天要分析的是 魯夫來到白屋子的故鄉要幹嘛 對上白屋子二次 終於來看艾斯的墳墓 就開始我分析 破300張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也歡迎加入我的DC 一起討論海賊王吧 就開始吧 原本是要等到1060話情報出來才做影片 但是遲遲等不到 所以就先來一個推測影片好了 之前有提到過 魯夫、羅、基德各自要去的地方 基德去蜂巢島 關於基德的分析 你可以去看我以前的影片 魯夫他們以地圖資訊是來到了白屋子的故鄉 雖然我覺得艾爾巴夫比較適合他們 畢竟地圖位置度夠高 但是先以地圖上給的資訊來分析 艾爾巴夫是羅要去的 那麼魯夫來到白屋子的故鄉能做什麼 我們要知道的是 這座島嶼有什麼 目前的資訊是 艾斯和白屋子的墳墓 魯夫會不會來到艾斯的墳墓 這劇情或許不錯 因為確實很感人 畢竟薩波曾經來過 魯夫不來一下說不過去吧 那有沒有打架劇情呢 有沒有可能 SSG也有艾斯的形狀 其實有可能的 畢竟艾斯就被關在監獄裡面過 所以要竊取基因 那都是秒秒鐘的事情 而且草帽海團還不知道有新SSG的事情 所以讓他們有這段劇情好像也不突兀 那麼這段劇情又更加有趣 第一來到艾斯墳墓 走一個感人的劇情 或者是有打架SSG的劇情 或是都會有 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可能性呢 之前提到過 目前劇情前三話都有 七五海的出現 那麼依慣例來看 剩下三個人還沒出現 多佛朗明哥 和白屋子二世 魔力亞 有興趣研究這個慣例的人 可以去看我上一支影片 有其他人的方向 今天的影片著重講白屋子二世 剛好白屋子二世的劇情 基本上就把他跟白屋子的故鄉連在一起 因為他出場時 最後說了 要去找卡普孫子 馬爾科好像知道他的資訊 那先去抓馬爾科好了 意思就是 白屋子二世目前可以預測的目標是 魯夫和馬爾科 但是現在草帽海團站立 如果馬上讓白屋子二世遇到 那白屋子二世必敗 那麼有可能的劇情是 馬爾科已經先跟白屋子二世對戰過 然後草帽海團再來支援嗎 這是可以想像的 但是白屋子二世會那麼快倒地嗎 我想未必 因為他身上還有很多謎團 但是救下馬爾科的劇情是可以想像的 我自己覺得白屋子二世還有很多分析空間 有機會再做影片跟大家講 第二與白屋子二世交手 我認為能預測劇情只有這兩個 因為白屋子故鄉交代的東西太少了 搞不好有什麼秘寶之類的嗎 意思是最終知道的資訊 或者馬爾科又被要求上傳 當然是不太可能會答應 畢竟前腳才剛拒絕紅髮 我自己覺得白屋子故鄉 很有可能只是過過場 除非有像黑屋子海團這種大咖來 或者是海軍大咖來 才會有真正的劇情 今天的分析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